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父亲是打我们热心电话来求助的 当时接到电话是分配到我来负责帮他们寻找儿子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妈妈一直在电话里不停地在哭泣 告诉我说刚刚两年前可能是心脏方面已经手术了 然后身体不是特别好 她真是怕有一天可能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等不到儿子回家了 所以是特别迫切想求助我们往下寻找的儿子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个求助跟我们以往的求助不太一样 因为儿子是以找工作为由离家出走的 我觉得儿子当时出走是27岁的年龄 作为一个27岁的男孩出去找工作是一个很正当的事情 所以说跟我们以往或者是亲子之间有矛盾 就是这个求助跟其他以往都不太一样 其实在我们不断地跟这位孙女士沟通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一点就是儿子非常儿子很争气 是他们全球第一个他学生 然后呢而且学习特别好 因为他从小体质不好嘛 妈妈跟我们讲说左手在打着钓瓶 右手在不断地学习 但是有一点就是夫妻俩对孩子的这个溺爱 我觉得是有点过分溺爱了 因为他跟我们讲了几件事情 他在姥姥家就是一是说一不二 第二呢要一个东西 说当年这个他儿子10岁左右的时候 那也就是1995年左右 然后说乡楼人的小朋友穿的一身运动服 那个运动服大概价值50元钱 他父母从来都没买过50块钱的东西 但是就拜托他的舅舅连夜到长城 来买这套运动服 可以说就是从不管是语言方面啊 还是家庭地位方面啊 还是说物质方面呢 可以说有些过分的溺爱 在确定了此次的拍摄计划后 好久不见的重逢团队根据手中的线索展开寻找 这次去寻人呢我们主要是追溯到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儿子曾经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呢 就是说他已经跟妈妈明确表示了 他非常喜欢南方 所以我们把寻人的目标首先选在了南方 第二呢就是儿子他读的大学是在昆明理工大学 他的人脉啊包括他的交往啊交际啊都是在云南方面 所以呢我们就是锁定了他大学同学 这个以这块以大学同学为这个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吧 然后来展开寻找 你重逢见人生 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 我是燕林 接受到崔女士的重逢委托之后 我梳理了一下线索 我觉得有一条线索特别的关键 那就是崔女士说儿子在离开家去寻找工作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和大学同学在一起 带着这条线索现在来到了昆明理工大学 希望能够从这儿打开本次寻找 这个人我好像 其实这次寻找的难度主要是因为时间的一个跨度吧 虽然是十年没见孩子了 但是这十年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他儿子原来就读的学校的这个分院已经没有了 然后这个分院的老师也都去到了其他的地方 包括有的退休什么的 所以想在这么多人当中找到他当年的老师 托导员 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昆明理工大学 他在昆明市有很多个校区 分布的也都很远 最开始也是经历着很多的梳理 询问才大概明白他当年就读的学校的这些老师可能会去到哪 然后才开始深入的寻找 重逢委托人初次登上舞台 丝毫没有舞台经验 为了避免上台出错 在录制节目前 导演艳婷提前带他们进行了走台 一会儿咱们从这儿上来 来 大哥大姐 从这儿上来 然后这会儿摆两个凳子 这边这两位老师都可以打个招呼 好 就落座 没说吗 大哥大姐 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怎么想儿子说出来 没说吗 如果他在现场的话 他都可以听到 然后一会儿没说吗 这些事说完了之后 我突然会让你们站在这儿 对着那个门 那个门升起了 我们就会告诉你们结果了 你知道吗 然后一会儿我们会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对面 就是我们寻找这短片 我们所有怎么找你儿子的 包括这一系列的事情 他在外面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我们都了解到了 这是我可以在现场告诉你们的 你们都通过坐在这儿 就看那个对面的大坪就可以了 你们老两口也不知道 儿子在外面发生什么事了吧 不想什么都不知道 包括上学的时候 一些事都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那个男人也去过啊 我们全部都了解到了 这是我现在能告诉你们的 一会儿你们先上 看这个大屏幕 不放短片 一点一点就把谜底都揭开了 看得出来 崔女士和王先生还是有一些紧张 但面对我们情动时分的镜头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他也不知道啥原因 他大学毕业 他说他出去找工作 他就没回来 找啊找啊 我上过院级 也上过北京 我还上过葫芦岛 那是怎么去找 我这都是通过朋友 亲属 上院级是打工 跟那边直接找 没有没有 没有消购 那马上就要上台了 你现在心情如何 心情一口难受 干好 想儿子 这干下话呢 说出来的 我这都滋味 这一年我一直也没放弃 就是那内南 给我们的景气还是对着 我也对着 找到他想跟他说什么 问他心里怎么 最难的是我 我供你上大学 你跌了你就走了 你就不管我 不要我了 录制前一个小时 栏目组的主创人员 赵丽要开一次选题会 导演讲述了很多 他在委托人家里 了解到的细节 希望能传递给 下边老师更多的人物信息 找到更好的调解方案 这个今天这个是 我是第一场 他主要是想找他 这个离开家十年的儿子 他的儿子不是不让说 那个叫什么 小宝 小宝 对小宝 今年已经三十七岁了 是2011年四月份 离家出走的 当时呢 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就说 因为大学已经毕业了两年了 然后就说 说要那个 出去找工作 当时就问他妈说 你有多少钱 他妈说 我就卡里这点钱 大概能有两个 三多月工资 一个月八百 两千多块钱 他说你要找工作 就都带着吧 反正说 我不要卡 我就要钱就行 他妈大概有700多块钱 所以我都走了 讲在老婆家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就已经把他 这个尊重是加双野号的 就尊重到了一定程度 你看你说 这个菜 你要不给我先加出来 你们吃了 对不起我就不吃了 这个很明显的一个状态 是什么呢 你都不尊重 我吃什么 这是情绪问题 麻烦一会儿 再帮我分析分析 我们觉得还有几个点 是我们这边查到的 就学人当中 你再帮我们分析分析 他说上大学的时候 爸爸出事 是不是对他影响 很大的一个事 所以我想把那个提前问 可以 就是先再开头 先问那个 儿子什么时候走的 然后什么时候走的 因为走之前 有什么对他影响 比较大的事 他可能就说 那就是大学的时候 像他上大学的时候 家也出事了 他那个时候就说 特别想赚钱 录制即将开始 演播室工作人员 进行着最后的调试 好 来 老师 放好来了吗 好 来 现场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走 最近 一 五 六 今天我们的委托人是 崔玉荣 王润生 他们的儿子已经离开家十年了 那从小就是他们骄傲的儿子 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家 这个家里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 我们还是一起问一问他们 有请委托人登场 有请 那也就是离开家的时候 已经27岁了嘛 那他当时是离开家是为什么 他是大学毕业以后 他说他出去找工作 找了几份都不怎么太称心如意的 完了那种份家庭条件不是太好 完了他搁家 我家地有少 没什么可干的 我那公子给爸爸打工 他爸也给爸爸打工 那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他走的时候他就说 妈我不能老养你们养着 我都这么大了 我得出去干点啥去 怎么逗不逗 自己养自己 就这么走的 其实对于儿子来说呢 我们看到了他的成长经历 也就是在很小的时候 就不在自己父母身边 在姥姥 在整个亲戚这边 虽然说家里人对他特别特别的喜爱 然后用我的话说呢 这个尊重已经得用这个加双引号 就到了一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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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